每一次上课录影我都会把它贴到这边 所以回去如果假设你对哪部分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稍微了解 我们这个课程大概就是以PowerPoint的多媒体的简报制作 跟一些动画 PT里面其实可以做很多动画 OK 然后再来就是Excel 在相关的处理 大概会有这些 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相关的东西放云端上 网址的话很好记 应该记得吧 GG.gg 斜线 就寄PPT 加一个2 PPT to Excel 就是这个连接 OK 所以往后的话 你只要上课的话就记得这个连接 反正你来上课就记两个东西 第一个 自行到云端上签到 就我的部落格上签到 第二个的话 就是到云端上面 自己去抓一些资料 包含什么 包含多媒体部分的话 有我们的题目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题目打开来 也许这边我的习惯是另外在一个新视窗开启 在这里 题目部分 另外的话需要用的档案在旁边 所以一样把它下载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有十道题 一直到其中考以前 会把这些题目给做完 那你在按右键你可以把它解压说字 就可以 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十道题在这里 102 104 106 那今天的话我上礼拜有讲过 因为它这个是原始档是王小明 可是你当然不是王小明 所以怎么样呢 请各位今天先做一个变化题 就是102的变化题 然后里面的话 第一个请你把这里面的资料 一样把它变更 然后用这个证照考试的题目的类似方法 把这个档案汇入到PPT 所以第一件事 也许你可以拿这个档案打开来 然后把里面的资料稍微改一下 OK 当然第一个 你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我是 也许如果你觉得我是有点太没创意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然后你的什么呢 比如说你有没有参加什么社团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专长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什么 比如说你的像他有拿过比赛的 像辩论赛的冠军 那你有没有什么奖项 OK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证照 如果没有你就想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有参加文学奖 参加什么奖之类的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 你对自己你有哪些方面的兴趣 或者是说你的相关的介绍 然后也许这边他有讲到说中达速度 如果没有你就想别的 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中达速度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跑步速度 你100公尺可以跑9秒9 直入10H 我讲比喻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也许可以把它改写 然后一样的方式就是把它再 再费入到PPT 他这个有个题目档 而且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再利用上个礼拜讲过的 也许就是新增投影片 把刚刚那个档存档之后的话 从大纲插入投影片 然后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档案里面 那个档应该在下载 下载里面的这边102 再把这个汇入进来 这别注意 今天刚开始这个是变化题 所谓的变化题就是说 你不要再叫王小明 因为你不是王小明 你就把你自己的名字打上去 那里面的话当然 尽量越有创意越好 所以今天第一个作业 就请各位教一下 就是说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改写一下 内容部分改一下 然后用类似一样的方步骤 把它稍微做一个变化 如果说你假如 对上个礼拜的那个动作 有点生疏的话 那也许你自己再到 我们Poto上面把这个影片 看一下13 1到3 4到8 稍微再变化一下 OK 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那我们会再来继续看 这个题目档里面的 那个所谓的104 102 OK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104 这个 这一集的话叫什么 叫旅游相簿 OK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个相簿 跟别人分享的话 这个题目其实还不错 OK 那相簿 假设有很多图 你要怎么快速的汇用到PPT 然后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 因为你一般FB上面有相簿啦 可是他变成说有时候在观看的时候 也许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动画 或者是切换效果 但PPT可以很快做出来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再会儿我们再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以下 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 签到 如果你签到OK之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 请你到云端上面 去找到每次上课会用到的云端连结 包含题目档跟 这个练习档 然后把上个礼拜的102 做个变化题吧 OK 尽量 当然 这个也是个作业分数 当然 分数的高低取决 我是觉得有创意点吧 请各位 把你的创意 当然内容上面 不一定要指板板的 那里面的话 当然他有插入一个 这个小插图有没有 一个一颗心嘛 那你如果 不喜欢 你就插入那颗心的话 你可以插入其他的小图案 都可以 好 OK 那简单的变化一下就可以了 等于是 最后存档你就 存档名称就是102 后面加个变化题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 第一个作业是102 变化题 OK